王先生 问一句 你当工人当了多少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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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林女士 你们好 把结婚当成了救命稻草 我觉得林女士 你可能会有一天特别后悔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用结婚来挽回一段已经千疮百孔的感情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结婚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你们把结婚这件事弄得特别的不美好 然后谁都想做对方的主 但都做不了 但我们大面上看是女方主宰男方 但实际男生你主意非常的硬 而女生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不服气的这一点 我明明已经能够决定很多事情 为什么到这件事情上我就主宰不了呢 用打骂来催促她进步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 你们已经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了 女生对待男生的这种状态就是 你只要不听我的 不服管 我就非打即骂 你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对她好吗 就我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我最起码最基本的应该是 我对她好 最基本的都没有 同样男生也一样 你对她好吗 听话就是对她好吗 不是 你根本不知道她真正想要什么 所以两个互相不懂 对对方都不好的人 然后还结婚了 冷静一下吧 双方都是 谢谢 好 谢谢莎达老师 其实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 你们相处的方式 就是一种扭曲的 女生 你对她其实根本就看不起 你把你所有对她的一种不屑 全都通过 笨 唇 滚 这种语言去发现出来 她的伤害是非常大 种种极端的情绪 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愧对于她 所以呢 你把这个领证结婚看的 是一种管理她的手段 我打你一巴掌是不是 我再揉揉你 结婚嘛 领证嘛 但实则 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 让她作为你的道理 你只是在这种暴力管控的方式 用一个条件让她过来而已 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她那儿去办婚礼 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 或者在她的意识当中 真正的婚礼才能 是我结婚的那种仪式感 所以现在看呢 你们根本就没有自己要结婚的感觉 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 就是一种扭曲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性对我们不尊重 同样她也对你不尊重 你不给我一百块钱吗 行 我这边偷偷在转钱 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 互相抵抗着 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 不可能是对抗 这只是战友 只是管理与被管理 认清现在的状态吧 徐先生 好 谢谢曲总